男子胸口遭到化伤 躺在单架上不断哀嚎 救护人员赶紧替他减伤 并后送医院治疗 其实动物手的竟然不是别人 而是他自己一次跟家人吵架 才会出手自伤 而他选择动物手的地点 就是在南投草屯演艺中心前 因为正在举行轻鸟行动 因此当男子失控时 立刻被警方制止并保护管束 轻鸟行动南投场出现小插曲 幸好没有伤及无辜 而男子也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场青鸟行动 全台各地串联先从台北看起 我以为人数不会太多 然后就我刚刚到达现场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整个吓到 人民非常的愤怒 才会现在走上街头 希望就是国民党能够倾听民意 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网红四叉猫现身青岛东路 和民众站在一起声援 退回法案实际审查 面对支持群众想拍照 他也来者不拒 网南走来到高雄 同样有不少支持群众站出来 算法案三如通过 但是 总不能都不出来 总不能不说出你们 我们心里面的感受 这个法的立法是冲促的 想要做的都是让台湾变更好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善意 去代替仇恨跟对立 而网东走来到花莲 支持群众围绕整个广场 让网红八九直呼很感动 感谢各位来参加 我没有想到今天是礼拜 我平均还这么的多人 盘点青鸟行动 由北到南 包括台北新竹 苗栗台中 南投彰化 云林嘉义 台南高雄 屏东 宜兰花莲 澎湖 全台遍地开花 报答诉求 谴责蓝白所推的改革法案 希望透过全台串联行动 让蓝白立委 提借人民新闲 东三新闻生活中心 最后报道 谢谢大家